大家好,今天是4月11日 回到明報布Sir買新激的時間 今天和大家去看納子期貨 明天就會美國出CPI 上個星期出完非農就業人數 納子昨天開出來都曾經下去 都曾經下去 納子期貨最低做過129.67 輕輕跌穿過13000 上個星期最低129.53就沒有穿過 現在還在13155 在技術上 其實你看到美股 都叫做保持有些銀性在裏 每次跌下來都會買回來 每次跌下來都會站在裏 甚至乎我們見到一些蘋果股價 Amazon、Microsoft 一些大型藍籌科技股 都叫做硬正的 暫時來說都要等CPI 但在技術上其實做得不差 現在正在做13155 正常來說 不會這麼快看淡它 你應該仍然繼續去看納子 會不會再進一步 抽到哪裏呢 你可以看到連星三個星期之後 上個星期叫反覆還行 有假期的關係 這個問題 今個星期要站在150周 我們預計後市 CPI如果回落的話 其實是有利於納子的 下一步的阻力位 如無意外 應該會是13474 和上一次去年 8月15日最高 13700 其實整體上 納斯達克指數 在現在這一刻 都叫做接近全年高位 上個星期 還在做2023年的高位 仍然保持在 只不過它是比較反覆 預期後市都會叫做 繼續向上 你要現在這一刻去看淡的納子 略嫌太早了 現在 它未轉回來 你不可以看淡的納子 你最多可以不買 你認為它高 但是你不可以沽它 我們會預計 現在的納子反覆 向好的情況之下 仍然有機會 再做高一點 所以變成 做法上 最好當然是 Buy on Deep 下到20天 129 但是這個未必可以給你 看看CPI的時間 會不會令到市場比較錯 然後低位買到 繼續向上看 退場位 我們會採取 真真正正 如果你認為市場會跌下去 首要條件 第一 你要跌下去 上個星期的底 第二 你要跌穿10個月 你才可以相信 納子上不到 然後跌下來 否則 現在的納子 都是叫做回調 回調之後 仍然後市有機會 繼續向上挑戰高位 13474 13700 這樣去 所以變成 在現階段 我不建議大家去做淡倉 反而如果它滑下來 我們仍然都是 叫做採取一個 Buy on Deep 的策略 繼續去看 納子 繼續去看 美國 加息預期降溫 那些大型藍籌股 大型科技股 都會有機會繼續上去 就會是這樣做的 明白嗎 好了 那麼 暫時不是太差 只不過在高位 叫做徘徊 畢竟它也是叫做全年高位 2023年其實 頭一季的美股 是做得不錯的 仍然都是保持勢向上的 那麼看看 可不可以嘗試低位賣入 就是這樣 好嗎 今天就這麼多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 留言給我 拜拜